奶奶在国内生活了一辈子 这不来美国觉得生活无聊寂寞吗 所以准备弄点大工程 看开心爸爸在干嘛 今天外面刚下过雨 所以不是很热 你在想什么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好的呀 可以呀 就先弄两个 我们要去买木头 我稍微化了个妆 我们现在出去吧 我生日正好看 越来越漂亮 奶奶也是越来越年轻了 奶奶已经把菜备好了 中午的菜 这个是鸡肉 这是丝瓜是吧 昨天从阿姨那里顺来的 还有秋葵和这个花菜 好 马上万圣节了嘛 买了个南瓜衣服穿穿 很多的小伙伴也说了 要看我们万圣节的装扮 今天如果有时间 也一起把它装起来吧 但是美国人喜欢整什么 骷髅啊 墓碑啊 鬼啊 这些我们就不整了 我们就弄一点秋天的颜色就好了 今天天气真的凉快下来了 因为早上刚下过一场雨 奶奶说她今天看了一个视频 哭得眼泪直流 就是孤伴老人的视频嘛 哎 你们还自本笑一声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奶奶 因为你教的好呀 奶奶我带你看看美国的建材市场 奶奶这些木头都是我们要自己 找好尺寸 测好尺寸来切的 这一块板挺好的 高度长度宽度都是我们想要的 但是它有点贵 这么一片 这么一片木板下的要50美金 两个坐下来要300块钱了 就觉得还挺贵的 还有土呢 在美国种菜果然真的很费钱 这个一片回去切一下 可以切成四条长的 这个价格要合适很多 这里一片是45 我们买两块的一个一个划好线 就能切了 边上站一站 买了一盒螺丝 还有两盒这个去蜗牛的药 还是放不下 你把前面的座椅放下来 到家了开始整活 哎呦我要先去烧个午饭 网上买的零食到了 不是这个桃酥给奶奶买的 奶奶给你买桃酥了 奶奶桃酥 这个玉米也是给奶奶买的 糯玉米奶奶 这个也是给奶奶买的 这个也是早上冲的 这个也是给奶奶买的 都是给奶奶买的 都是早上起来冲 就喝的 还有开开心心的 你别找了 没有你的 那你就偷一个开开心心的零食吃吧 好了我来 那个这个丝瓜烧个汤吧 把奶奶吃饭了 我们不等开心爸爸 开心爸下午一会要去上班 所以他开始准备一下 开心爸爸不是去上班了 这会儿趁着他去上班的功夫呀 我们去买点菜 因为我要出差 两三天才能回来 如果家中有个品牌方 邀请我去做直播嘛 所以我要出差 去住两个晚上 我来说带着家里人一起去的 但是想想还要转机 旅途中呀 还要折腾 而且呢又是去上班的 所以就不带家人了 奶奶你来了快一个月了 都没怎么带你出去玩 这个周末我出差 让开心爸爸 领着你们去农场 或者去动物园 溜达溜达 看天气好的话再去 一点酒 要登的回来 一点酒 两个番茄 再买两个黄瓜吧 真凉 我走到这边 我都浑身发冷了今天 拿一盒蘑菇吧 红薯早上可以挣着吃 这一盒牛肉10块钱 买一大盒排骨 这盒排骨 回去做糖醋排骨 奶奶烧的开开心心 很喜欢吃 好了 现在太阳起来了 等开心爸爸回来 又不知道能不能 把这些板子给装起来了 因为现在开始热了 奶奶你弄一会儿去休息一下 睡一会儿觉吧 其他的东西 等开心爸爸回来了 我们再弄 我一会儿要去接开开心心 我准备叫奶奶一起去接了 结果她又在这里除草了 不要弄了 休息休息 每天弄个10分钟就可以了 喝点水 我们去接开开心心 我们家房子买回来的时候 家门口就没有草坪 就是这样光秃秃的 所以我们今年也准备在过冬之前撒一遍种子 这个都是开心爸规划的 我也不知道 我不举手画脚 要这么多的地方翻满 别的翻不成 难弄的对吧 有不好种东西 那么多地 不种菜全部都是浪费 我自从带着我奶奶去参观过 阿姨和叔叔家的后院 我奶奶就真的就是燃起了种菜的热情 真的也是好事情 回家了 这是台里吗 就因为我穿了一个南瓜的衣服 两个人激动坏了 下车就冲我跑过来 欣欣穿长裤肯定是爸爸的主意 对不对 开心爸爸回来了 但是他在辅导 开开心心写作业 我在这里等啊等 因为家里的种菜的床 要他装 然后万圣节的装饰 在车库的上面的架子上 也要让他搬 所以我估计今天什么都做不了了 晚上我们要出去吃饭 所以等我出差回来 说不定能还我一个惊喜吧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了 我奶奶还在等 等着 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 行先到这吧 拜拜 拜拜